UFC303首支宣传视频发布 迈克尔钱德勒没有镜头 宣传视频中 臭名昭著的康纳迈格雷哥在雾气背景下走进镜头 同时播放他的入场歌曲Foggy Do 迈格雷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视频 并表示大男孩回家了 但视频中并没有出现钱德勒的身影 很多全迷愤愤不平 这真是当钱德勒小透明啊 巨师强森开始为即将上映的MMA传记电影做准备 电影粉碎机器即将上映 电影讲述了重量级拳手马克克尔的一生 由巨师强森主演 强森发布了一段训练的视频片段 并指出 我每天都在学习 这是一段非常令人谦卑 紧张和激励人心的旅程 有全迷在下边评论 骨头琼斯为了避战汤姆 宁愿选择强森作为下一个对手 17连胜的乌玛尔玛格梅多夫 即将在阿布扎比迎战克里桑德哈根 UFC将于8月3日重返阿布扎比举行年度赛事 这是UFC第19次来到阿布扎比 上一次是在去年10月份的UFC294 两人之前有过一次比赛预定 去年8月份 后因乌玛尔奸商取消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 极有可能是下一个冠军挑战者 任何低于100万美元的报价都没有意义 UFC传奇人物马特布朗前几天宣布了退役 他本来想打算在UFC300跟金姆米勒打过之后退役的 但UFC安排了暴比格林 虽然UFC后来又给他安排了其他对手 但布朗已经失去了激情 退役后 他经营一家健身中心还有咖啡店 不排除去打裸拳赛事 只是那里只能用拳击 或许泰拳会更好些 如果出场费数字是正确的 500万或者600万美元 当然不会拒绝 任何低于100万美元的报价 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法国特种兵欢迎丹霍克来巴黎 丹霍克透露 UFC向他提供了9月份去巴黎和圣丹尼斯的比赛 法国特种兵也持欢迎的态度 丹胡克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一名优秀的战士 我希望能够与前15名中的任何人进行比赛 我想面对一个名字旁边有最好数字的人 所以 如果是丹霍克 那就是丹霍克 我会喜欢他的 UFC301之后 大力鼠建议不要将银亮级设为头条主赛 在这场比赛中 首先 我想说 UFC甚至没有举行该死的新闻发布会 围绕这张战斗卡并没有太多的讨论 我认为他们必须让银亮级成为联合主赛 不要让我们成为头条主赛 显然我们没有引起足够的轰动 甚至无法拥有自己的新闻发布会 马斯维达尔 乘卡温顿是他这辈子不共戴天的敌人 马达最近透露 他仍然对科尔比卡温顿怀有仇恨 他们两个不能共处一室 如果他现在走进那扇门 他就会立马被打死 两人的恩怨恐怕会持续一声 阿斯皮纳尔说 骨头琼斯又开始玩小把戏了 如果我们能让老伙计琼斯签下一份合同 合同另一面写上我的名字 我会在这个节目中谈问他几个小时 但现在 这家伙又开始玩小把戏了 试图说服公众他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 他做得非常好 正如我所说 我们可以谈论乔恩 前提是他签了比赛合同 不过现在 说实话 这看起来不太可能 杜普莱西斯认为 你得未免至少三次 再去考虑双冠王的事情 你们认为呢